前面指令 前面指令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冠军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台北股市今天 我相信又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了 看到昨天美国股市我提早跟大家预告过了 美股的部分会进入所谓的调整期 我一直跟各位预告国际的金价大跌 会造成国际股市位阶性不同的调整 资金化大挪移 但是因为金价的大跌 预告了未来的资金 还在前进所谓的国际性的这种资本的市场 所以美股最近的一个回档 各位看到昨天美股市回来 很多人吓到 但是你很难想象台股今天怎么会这样子 直接开高以后开始冲上去 好来各位来 第一个 美国和平书是报喜的 经济的回温有盈 重点不是跟你报力多 重点是美国的和平书透露出什么 复苏的转弱 因为事业的人数还没有达到非常良好的标准 那你不要以为事业人数没有达到很好的标准 就是美国下跌的理由 各位这不是重点 美国后面还是要高 因为事业人数没有达到它的水准 代表货币宽充还要持续 货币宽充持续 就是人有资金行情 你针对美国你不用怕 我过去这么多年经验我可以举着告诉大家 美国如果会有大跌的时候都出现在第四季 所以现在不是美国盘让你觉得有风险的时间点 那紧接着你就要知道 短线你看到昨天美国股是震荡下来 我美国已经讲完了 但是各位 台股为什么今天会大涨成这样子 昨天我在晚上的节目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了 台积电的这个法说出来 第一时间我跟大家报告 董事长张中某重申 28奈米 今年产出比去年大升三倍 你要特别注意什么 28奈米资本支出大幅 大幅要增加三倍 因为28奈米的部分是来自于高通下的订单非常多 高通是宏达店的董事 大股东 所以代表宏达店订单一定也很多 那为什么当时张中某董事长 跟你讲过 他认为宏达店有希望 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各位你有没有印象 来 这边 好 我这里哦 我没有带到 没关系 各位你有没有印象 我当时跟他讲过了 这个张中某先生讲的话 你一定要听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 但是张中某先生跟你预告 讲说他认为宏达店未来充满希望 你现在看到这个现象了 但是你认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各位你紧接着注意件事情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最重要的因素 很多人以前可能没有看过这种现象 他叫做台积电一挡股票 就足以让大盘 行政所谓这一步的破底穿头 各位记住我说的哦 我等一下会解释给你听 你今天看到台积电第二季好到破表 这是媒体新闻跟你讲的 但是你要看的重点是什么 你不可能只有看这个啊 你要看的是为什么今天市场的资金会这么急的买台积电 来各位 除了除了28奈米以外 最重要的是2013年的展望 毛利率大幅提升 将近有四个百分点 各位 将近高标到四个百分点 这就是台积电今天为什么会涨停的理由 当台积电涨停的时候 你认为台股在这一波低档的位阶 它会有太多的低档给你吗 还有各位投资朋友 你现在主流你要紧抓哦 因为大盘哦已经开始有量 这几天的时间我不断的跟大家报告 我讲说苹果 请不好意思 苹果我跟你预告还会再走弱一点 目前就是卑平阵营为主 因为高通给台积电的订单 造成台积电的大好 那代表说卑平阵营的部分就要大好 所以当你看到今天苹果的股价一度跌破四百美金 所有的概念股成顺顺 我告诉大家 你要特别去注意为什么之前一直提醒你 高级期的苹果概念股 请你暂时都不要碰 因为苹果的股价预估将下探315块美金 理由在哪边 过去低档78块涨到705这一大波 回档的0.618就是约在315块美元 你现在苹果在哪里 破四百 还没有什么嘛 所以如果这几天的时间 高级期的苹果概念股 我强调过了 最近你去看一下 那些苹果的股票 属于高价一点的 如果外资一直在卖 请你特别注意 你的资金该转向就要转向 不然你就只能够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下个礼拜苹果的财报出来 利空出尽了 你才有可能进行一个明显的反弹坡 各位这一点我就先跟大家报告 但这个时候 你这时候你是做悲评正义的人 你就只有开心两个字而已 我们所讲的三张王牌 华宝 宏达定可乘 各位这一波 是连续性的一直吸引市场的资金 一直在涨 而且都是股价低档上来 我跟你讲过 主升段的股票 是要涨最久 而且涨幅最大的 你们都是为了赚那一点点 就想要走 各位改变一下好不好 你看大盘就很简单了 讲大盘就好 最近这几天 市场多少人跟你讲大盘 要放空 要死 国际股市的动荡 我呢 各位 从7688点那天出来以后 我去跟你报告一个事情 这个叫做低档 二度的回补多帮缺口 出现逆转的红K 纯仰红K 这叫标准的强烈反转讯号 那个时候 你还半信半疑 但是各位你看 逆转上来以后 我预告过了 第一个 只要 站回季线 就一定补掉空帮缺口 有没有完整的 回补掉空帮缺口了 补完以后呢 补完以后呢 各位你知道后面怎么走吗 这是很标准的 破底 穿头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 你看从8089点下来的下降压力线 已经突破了 这个突破 跟这一波下降的这个泄行的一个格局 各位你要记住哦 这一种下降泄行的格局 只会出现在第四波 现在确定 邪恶第五波启动了 因为大盘今天的量 我这体力跟他讲 你只要注意量 有没有增加 今天大盘的量 已经有将近到千亿以上了 量 先架行的概念 所以 今天的突破 已完全不同 叫邪恶第五波启动 啊什么是邪恶第五波 各位什么是邪恶第五波 所谓邪恶第五波就是哦 你手中握有王牌的 你手中握有低档买上来赚钱的公司 你要紧紧的抱住他们的股票 抱住这些金基母 因为邪恶第五波的特性 就是涨到让你不敢相信 这是邪恶第五波的特性 会涨到让你不敢相信 所以各位 大盘的部分 你要谨记我今天讲的这个重点 以及呢 各位来 拉回来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 美国股市和回错 我相信只要一路都有在锁定我的节目 甚至有收到我的讯息 你就会知道了 今天大盘看到美国股市回党 根本没有 不用担心 你完全免于恐惧的自由 各位有没有 你完全免于恐惧的自由 你跟着我就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各位 你看 我上个礼拜 在讲讲座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强调 未来将如何逼迫外资 全面调告宏达电可乘的投资平等 是当时几月几号事情 4月11号当天 我开始谈讲座 我也告诉大家 宏达电 拜赛的该怎么动作 我都预告在前 我说之前你们很多人被那些seal side 你们拜赛 seal side 傻傻搞不清楚 他没办法 但是我秉持正义 我告诉大家 seal side的言论 本来每一次在历史地挡的时候 他就是想尽办法把你吓死 到最后 你的宏达电一去不顾玩的时候 你就只能又被迫要去买高 但是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把握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不清楚宏达电到底后面业绩状况如何 你更搞不清楚外资到底在打什么样的主意 所以我在这边才会告诉大家 看 你不是讲座 包含你这段时间看我的节目 我一直跟你预告宏达电一定会逼迫外资调到他的投资平等 各位有没有 小摩 第一个 再来 第二个 大合政 然后来到昨天我跟你讲 注意了 4月17号那天 高盛 我最注意的高盛 大将军回来了 连这个港商麦格里还有花旗环球 之前这两个sell side的分析师骂得最凶骂得最难看的都乖乖的回来买了 各位来到昨天呐 又是高盛买了多少张 2291张 外资总共买了15376张 有没有因应我说的 我知道今天资券开放啦 市场大家都探讨资券开放的事情 就像资券给你探讨宏达电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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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过 啊过了以后呢 现在要跟你探讨资券开放怎么做 各位 你想太多了 你只要谨记 领先市场唯一能够办到的是什么 谁能够知道外资要回来全面性逼迫条线的平等 早知道最重要啊 为什么我可以早知道 来各位 高盛 有没有 喊进红达电了 这是新闻吗 这是我们早就告诉各位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来各位来注意看 我觉得这里很重要 我说过高盛的事情 美国最大投资银行我非常看重 他讲了几件事 你红达电人你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营收与营育率 渴望在第一季处底 每股获利的年成长率 预估从第二季起开始游户转正 第二季起将展开新产品的周期 就是我讲的我的手机我做主 毕竟新的HTC-1是不错的产品 只要零组件的缺油问题疏解 就能满足市场的强劲需求 三 甚至还讲了哦 来自外资圈的获利预估值调生潮 未来几记获利将亮人惊艳 各位 连高盛都讲了 未来外资的获利的调生潮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 还有好几家的外资等着调生投资平等 这就是股价它调生的理由之一 我知道啦 今天大家都看到 宏达电市场大家都一片认为不错了 尤其昨天外资买到第一名 但是各位 你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开放资券 昨天融资赶在开放资权 又减了5609张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融资 它一定会相当的后悔 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叫你们寄线这边 很多人都叫你们这里压力压力赶紧要走要走要走 但是我跟各位说过了 一挡组生段的股票 绝对挡不住任何的线会组织它的走势 是绝对挡不住的 各位 所以今天有个深入的东西要分享给你 第一个 请你注意 今天开放资券的部分 我相信那些空单 它会再回来 因为4月15号的时候 最后回补日 空单是最后补在258 现在价位在哪里 今天最高的287 目前最高是287 来到287的部分 空单它认为距离它的成本有一段 你认为空单会不会回来 空单一定会回来 但是你多帮从低档跟我上来的人 你要谨记什么 现在大家这档季线不会过 季线已经过了 这条线叫季线了 季线本周是还没搬扬 下个礼拜季线将要相对扣地的时间也到了 季线只要开始搬扬 将有一波喷出的行情 因为以过去的经验 每次只要季线一般扬起来的时候 都是喷出的力道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宏达电我一路走来 我解这么细 每一个环节我都给你交代清楚 因为一档股票 主升段的部分 涨市最久涨幅最大 只要你低档把握得到 你知道吗 我一直讲说你要赚房子赚车子 那个绝对不是你的梦 我这边也告诉大家 昨天我已经说过了 307.5到231 反弹0.618在278的位置 278昨天过去以后 已经说明了这不是反弹波 这个叫做回升波 回升波代表什么是 代表前高 他必然会克服 未来 我也再预告一次 宏达电在春火大陆 这个我的手机由我做主 这个slogan 还真的不错 我讲真的 我还到这么多年下来 我还没有看过 有一家公司有办法办到 有办法办到 只要你上网去登录你要什么样的颜色的手机 那什么样的规格的相机镜头的画素 那多少G的容量 包含你的这个荧幕显示大概怎么样 全部可以客制化 而且是开放整个中国地区 一年有三亿只以上的市场智慧型手机量的中国大陆 来一个客制化 只要你去登录你想要买的手机 我的手机由我做主 就通通做给你 各位这叫创举 为什么最近的外资 by side终于找到机会 因为宏达电这个创举 如果一旦成功在中国大陆的话 不要说苹果 不要讲三星 几乎没有多少人都赶得上 所以宏达电的部分 这个创举只要成功的了 各位我跟你预告 过去我强调过了 我电视这边盘动的节目 我绝对没有办法跟你拿出我的抗讯给你看 各位很抱歉 因为我这个人很遵守法规 所以你也很少看到我在电视节目上 给你行销我有什么优惠内容 我有什么等等之类的优惠 我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只知道 一个老师用心的把所有我们领先知道的讯息 领先知道的状况 我的经验分享给你 这是带会员最好的方法 没有必要用像别人一样一堆的行销 因为当你 你最想了解部分 我会讲给你懂的时候 等于你就已经坐在获利的车上了 宏达电是个例子 可曾呢 我又预告过一次 从我讲缺口不会补的事情 一直到4月17号股价起来了 我再度告诉大家 你从外资这一波买超的量 外资买超的量 比前一波多很多 这个叫量先价型 前高不会是压 来2474的可曾 今天最高到哪里了 各位 152 是不是一直讲 这边这个缺口要补的人 你根本等都等不到机会 这当中该怎么做 我想我所有的讯息都跟你交代过 因为当你今天看到可曾 各位啊 宏达电订单加持 可曾第二季蒙 这是新闻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重点在哪里 来 法人圈传出 2498的宏达电将推出小版的NHTC1 代号M4的新机 可曾的机壳为独家供应商 由于机壳单价高达30块美金 加上NHTC1订单易入 可曾第二季营收 上看两成 我当时讲可曾这个金基母 你不要去听任何老师所讲的 你任何去买短线要爱做的 你过度短线的你会很辛苦 你会错过一个非常重大的利润 因为一支金基母 每一个月 我是说过营收怎么样会去创高 我们早就知道跟你预告这件事情 营收会去创高 股价必然就有创高的动力 你如果听不下去 一支金基母 你这样 拒拒拒总拒 拒拒nd 像老实家吃痸 就像老师同样 每 tipsing 可能还别eniz 但是各位第一党的时候 你有没印象 当时 台南券商大转账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告诉大家 我立抗那些外资 大家讲可曾 毛利率 包含他的良率有瑕疵的时候 宏达电有瑕疵的时候 我一個人立抗八大外資告訴各位可成紅打電 為什麼我講這件事到今天為止 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 為什麼我堅持我的看法 因為我有很多事情早就知道 這是最重要的 不然不會有 當你今天看到新聞消息再講可成 第二期營收 有可能再創新高的時候 你看到以後 難道你這個時候是急得要去認同新聞獎的嗎 各位你會很肯定的講 肯定一句話 對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你要記得一個主聲段的股票 它絕對是漲勢最大漲幅最久的 難得的機會 為什麼我這幾天的時間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一定一定要謹記 我們今年的目標 要換房子換車子 所有的王牌要緊緊的把握住 甚至各位 上班做一點時間告訴大家 宏達店要漲到哪 跟著我 絕對滿足你要的 提早跟上 才是無價 走完了 就沒有家了 看我 你就得相信我 等一下 還有更多的時間 要分享給大家 滑保 要怎麼操作 謹記我說的 這三張王牌都非常的重要 不會做的投資朋友 記得隨時跟我們做個聯繫 謝謝 請廣告帶回來 沙拉沙拉 上一個啦 沙拉沙拉 想來啦 想想讓你無法著家 沙拉沙拉 沙拉沙拉 想來啦 冷冷好想偷情一下 沙拉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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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不自禁派人生產 沙拉沙拉沐浴如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投顧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陶庭永思思 美國進口原料 最新peace認證通過 會退休 會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強定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投顧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陶庭永思思 美國進口原料 最新peace認證通過 會退休 會疾痛 思思解痛 加強定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投顧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02-2579-1155 伴依舊 伴依舊 吼吼吼吼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投顧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甜點時刻 喝雙見茶王 油膩甜膩 雙雙 I can 我喜歡它的技術温馨 線圖自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 讓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戶拼命吧 它的基本面完整 老實都在用 家庭主婦也能賺大錢哦 他們都是用轟天雷 讚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中華財經台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 其實我真的太多內容 我要講講不完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像說最近這幾天 不知不覺當中哦 我跟你預告過 半導體的部分 因為英特爾連續逆勢上漲 代表國際性的半導體 已經開始付出 台灣你看到今天台積電大漲 你緊接著 如果說 你的資金你真的有夠到 除了宏達電可乘以外 還有華寶以外 你還有資金做其他的 請你記得 半導體上下游的 自己去找好一點的公司 可以好好的去做 像我 我在演講會的時候 跟大家講第二季主流標股 我一直暗示一檔 暗示你哪一檔 大尺寸 智慧手機面板驅動IC公司是誰 各位 需要啦 今天漲停板 這個我就沒什麼好再講了 好 總之大家自己心裡有數就好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各位 我相信之前跟大家趕過了 我說義龍店長得很強 這個沒什麼好羨慕 因為你義龍店過去在強起來以前 它是怎麼樣的折磨你 怎麼樣的資券的變化 然後融券的單子多 然後融資又退掉 法人又買 買到什麼 洗來洗去 你都抖不住對不對 到了最後大檔上去 現在的華寶咧 一樣啦 各位 來到昨天你要記得啊 我還是預告你 4月19號華寶 仍要高點 為什麼 因為融券來到 前一天還有6562張 今天融券最後回補日 我先給大家預告 融券最後回補日的部分 基本上 你要謹記這個價 它最後回補的價 到時候就跟宏達店一樣 停滯的期間 到底該怎麼變化 抱歉我沒時間了 好 廣告音樂來了 我慢慢告訴大家 但是記得 需要我服務的地方 跟著我們的腳步一塊來 當老師今天 最後要是告訴各位 這是最重要的 好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評估病之副頭及封線 評估病之副頭及封線 566洗髮乳 566洗髮乳 添加女王瘋乳 566 讓秀髮向女王斑 波 亮 柔 順 566洗髮乳 566 一家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Relax in your ecosystem 超大檯面 完美無縫不藏夠 凱撒一體磁盆 凱撒未遇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想吃泰式綠咖哩雞嗎 泰式綠咖哩火鍋呢 零二二五四五 在壹下